以至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一棵树 有近84米高 被亲切地称为谢尔门将军树 在地球上存活的2500年间 这棵巨大的红山 从大气中吸收了将近1400吨的碳 很少有哪棵树能够达到这样的碳影响 但是今天 人类每分钟就会产生超过1400吨碳 为了对抗气候变化 我们需要大量减少化石燃料排放 并且降低超量的二氧化碳 来重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平衡 但是树能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们又是怎样减少碳排放的呢 就像所有的植物那样 树通过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 从大气中吸收碳 这个反应过程利用了太阳能 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 和储存能量的碳水化合物 然后植物通过一个相反的过程 呼吸作用来消耗这些碳水化合物 将它们转化为能量 并且将碳元素释放至大气中 但是对于树来说 其中很大部分碳元素并不会被释放 而是被储存在新生长的木质组织中 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 树就像是碳储存库 并且只要它们继续生长 就会持续吸收碳元素 但是 当一棵树死亡并腐烂时 一些碳元素会被释放回空气中 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被储存在土壤中 可以存在数千年 但最终这一部分碳也会渗入空气 所以如果树木要成为 长期对抗气候变化问题的一员 它们就需要存活足够长的时间进行固碳 同时要快速繁衍 是否有符合这些标准 又能够人工种植的树呢 我们是否能将一些生长迅速 寿命长 且有超强固碳效应的种类 种遍世界各地 目前已知的还没有 但即使有这样一种树 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长期解决方案 森林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生态体 没有一种特定的物种 能够在所有生态环境中繁衍 适合种植 且最具有可持续性的树 永远是原生品种 即那些在当地环境中 已有一席之地的品种 初步研究显示 那些自然形成了树木 多样性的生态体系 对资源的竞争更少 且能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 这就说明 我们不能仅靠植树去固碳 还需要重建已退化的生态环境 目前已发现 有很多地区已经具备了 开始重建工作的条件 2019年 苏黎世科劳塞实验室的一项研究 分析了当前地球植被覆盖的卫星图像 将这些图像与气候及土壤数据结合 再去除人类必要的使用区域 他们发现地球能够再多支撑将近10亿公顷森林的生长 这相当于大约1.2万亿棵树 这个惊人的数字震撼了科学界 并激发了更多的研究 现在科学家开始引用一个更保守 但是仍然令人瞩目的数字 在修正后的预测中 这些重建的生态系统 能够吸收1至2000亿吨碳 相当于人类碳排放量的六分之一 潜在的重建工程产生的一半以上的森林 经会分布在六个国家 研究也为现存的重建工程提供了支持 像是不枉挑战The Bond Challenge 它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 完成3.5亿公顷森林的富裕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生态系统极其复杂 并且尚不明确 它们是否在人工干涉下可以恢复得更好 或许对于某些地区来说 正确的方法是让它们自行修复 另外 一些研究人员担心 这种规模的森林富裕 可能产生不可控的后果 比如 自然生化产物的生产速度 到达一定程度后 可能会加速气候变化 即使我们成功重建了这些区域 后代也仍需要从自然 经济等这些传统的破坏因素中保护它们 综上 这些挑战已经破坏了世界范围内重建工程的信心 而重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也证明了保护我们现存的森林是多么重要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重建一些已退化的区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给我们抗争气候变化所需的数据和信念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 或许这些现代的大树 会有足够的时间长成固碳的参天巨树 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 但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访问ad.ted.com 斜杠EarthSchool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 靓地话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